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搭乘12点10分的船床 南干 今天搭乘就是东海牛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马上回到,我现在在干嘛呢 西局了 回到了,南干了 北干 南北干 今天做2点的 你要做1点的,1点的赶不到 準備前往北干 你现在要去哪里 北干 北干好像一种酒 白干 北干 scheduling 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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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現在是有些人的餐廳 女生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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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進步六個小時 晚上我們今天住 美麗的民宿 美麗的第一次 就是我們今晚住的 民宿 旁邊 感覺還不錯喔 而且 可以看看 海景民宿 我們來到了碧山 碧山是馬祖的最高峰 碧山的 石碑 是馬祖的最高峰 別記錯的話它的高度是 298公尺 這裡看日出 非常的漂亮 這是碧山的展望 我們前往短坡山 今天下午的天氣還蠻不錯的 有藍田白雨的 我們要往八寸炮陣地 往左邊走 直走步道往四零高炮 我們先去八寸炮陣地 我們要往八寸炮陣地 往左邊走 我們要往八寸炮陣地 不用再別再去八寸炮陣地 同島一命 同島一命 這最後面是兵棋塔 北竿短坡山的西北方 有高高298公尺的碧山 西邊則有高高220公尺的秦山 兩座山都比短坡山高 構成良好的地形屏障 因此成為西日混合炮陣炮陣 駐守的炮陣地 陰區域坑道遍布整座山頭 時代更替 歲月流轉 過去的軍事據點 在閒置一段時日後 經過馬祖國家風景管理處 重新規劃與整建火化 今日的短坡山 已然呈現全新面貌 成為北竿 觀光旅遊的新亮點 自從短坡山 移交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後 便逐步整建 規劃 包括設置山頂觀景平台 登山步道 老舊營拆除等工程 並打造包括短坡山入口一項 及仿真M140高射炮設備 如今 民眾可由陰區短坡 一項區旁40高炮步道 步行大約15至20分鐘 即可抵達山頂觀景平台 就算哈啡 那麼終於 還有三個月 去下一次 踢山頂觀景平台 今 至今 是不是很快 你很想吃 我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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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成为拍摄飞机起降的热门新秘境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也能在山顶亲自体验高射炮设备 重现过去防空火炮据点战地氛围 让局势观光也能先具知性之旅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马祖北干磁光银与东举黄源磁光银为2012年新发表的两种萤火虫 仅分布于马祖列岛 现存不到200只 根据连江县政府委托调查发现 北干磁光银仅分布在北干岛 大丘岛与高登岛 东举黄源磁光银仅分布在东举岛和西举岛 两种磁光银均为马祖地区特有种 皆偏好气息于空旷,低矮稀疏的草地 有别于多数萤火虫主要由雄性萤火虫发光 磁光银则是虫如其名,以磁城虫发光求偶 而且磁光银的磁城虫外观终身保持幼虫状态 没有翅膀,所以不像一般萤火虫会在夜间倒出飞 磁光银只会待在地面上高举尾部发光器 吸引雄城虫靠近 在交配以后,磁虫会钻到隐蔽处产卵 并有护软行为 护软的时候身体胸腹节会发出点状光 这也与一般萤火虫有所差异 在我们要去走螺山步道 这里是北干最漂亮的步道 好,你带我们走 好,你带我们走 你有来过吗 没印象了 没印象了 我们来到这个岔路,在右边走 上面去战争和平纪念口 这条步道是第二季点 现在这里就是螺山步道的起点了 属于山海之际的螺山自然步道 早期是后望民众彩河及吊客长行走的小径 沿途因受季风吹拂影响,使植被生长受限 列为马祖珍稀宝玉类的二叶陵墓 冰陵墓却随处可见 也因受海上东北季风常年的吹拂 产生了独特的风茧作用 数字雅致如盆景 展现出陵群苍境之美 每年四、五月街 也百合在陵墓下 步道旁纷纷盛开 美不胜收 沿岸一处其言 仿如至圣孔子 近立海上 听掏观海 颇聚齐去 螺山自然步道是一条艰巨健身 赏景、观浪、基调等多功能步道 山境海泳之美 尽在眼前 值得您细细体验与平常 来到螺山 到我们的终点 路上的基项 现在是涨潮的时间 沿上 终了一点 早上可以从那边去 对岸的 路上 路上 又講 鱼 你来到哪里 海上 洪几下 你要下去吗 要 现在不可以下去 挡潮 对不对 对 程 invari 海中 海中 林 葡导 媽媽表演如何攀岩 好厲害 媽媽這種年紀伸手還是很矯健的 有練過對不對 媽媽樓山步道好走嗎 不好走 不好走喔 為什麼 好累喔 空很大 空很大 可是這個算是很好走的 算是年紀也有差啦 不然媽媽以前是很用的嘛 我們來參觀大膽巨檢 這裡就是大膽巨檢 只是冰雪寺 故我領土 確保媽祖 好空間 民國六十年代 金門最前線大膽島的駐軍 以防止馬祖北竿 此據點於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完工 由大膽部隊建造 因而有大膽據點的名稱 我們來參觀大膽島的軍隊 我們來參觀大膽島的建造 我們來參觀大膽島的建造 走近大胆据点右侧围军现实 左转到底可以见到一大片木制平台 远眺堂后沙滩及堂旗沿线海岸风光 大胆据点的地势高耸拥有绝佳的视野 上方设有平台可供瞭望 旧时用一戒被海上动静 这里不但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汪洋景致 还可以看到连本部禁闭室 更可俯瞰北干机场和罗山 蹦山 蹦山 大胆据点走下来就是战争和平纪念馆的展望平台 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就坐落在战争和平纪念公园内 天气晴朗时 还能远跨大陆海岸线 相对于战争时代的紧张气氛 更能与战争和平主题相一起去 2010年正式揭开幕时 哪管初邀请当年曾在马祖太早坑道的北海真英雄们回访 2010年正式揭开幕时 2010年正式揭开幕时代的紧张气氛 2010年正式揭开幕时代的紧张气氛 特意馆内播放战时回忆拿阻挠影片 军管时期民众无法持有相机 警军方能拍照与摄影 顾此时的影像记录 显得民族珍贵 让官者能透过影片 回顾军民真实生活 更揭开战地政务下的神秘面纱 主题馆内以感动回忆为主题 分成 缘起 军事严格大事迹 军用品展示区 军民生态文化等展区 透过文字及影像 这些关于马祖长达近半世纪军管时期 军方与民间共同走过的岁月 在主题馆内历历重现 让参观游客 遥想当年战地居民的壁路蓝绿 卫处大沃山12据点处的战争和平纪念公园 主题馆于2010年3月29日正式揭牌 天气晴朗时 可远眺大陆海岸线 相对于对立时代的紧张气氛 更能与战争和平主题相应齐去 该馆以感动回忆为展示主题 包括军事严格大事迹 军用品展示区 军民生态文化等展区 透过文字及影像 这些关于马祖长达近半世纪的军馆时期 以及军方与民间共同走过的岁月 在主题馆内一幕幕的完整重现 让参观民众可以遥想当年战地居民的壁路蓝绿 战争和平纪念公园 不仅是全台首座以战争与和平和感动与回忆为主题的博物园区 游客穿梭于昔日据点中 搭配文旨资料的展示 更能达到全民国防和寓教娱乐的效果 1 2 2 3 3 11 15 15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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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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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角边都有小沟聚集垂落的水滴排出坑外 不难想象当年驻守其中的官兵不仅需随时保持警戒 身体也饱受摧折 坑道内有机枪口 主炮口 速炮口 弹药库 连掌室 扶刀掌室 中山室 官兵寝室等空间 唯一东暖下凉 防卫北干行政中心及机场之重要作战据点 现在坑道已成为战争和平公园最有看头的景点之一 机枪宝 这个是连掌室 很恐怖的连掌室 这个不知道干嘛 好看 好看 我看 刺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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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泡